每逢到左春夏季,香港都会变得又热又潮湿 你会开冷气,还是抽湿机呢? 冷气机抽湿原理和抽湿机一样 都是透过热交换原理 将空气里面的水分转化为冷凝水 再将凉快干爽的冷空气重新送到室内 从而做到降温同时降低湿度 一机量用,的确可以减省额外购买抽湿机的支出和存放空间 不过,冷气机需要不断制冷 才可以保持抽湿功能 耗电量一般是抽湿机几倍,长期使用并不划算 而且,想有更好的冷气抽湿功能 温度设定要比室内温度更低 才有理想的抽湿效果 所以冬天未必适合使用,你又会怎样选呢? 就是有啊,什么都有啊!